230元短期不适合太有期望去到这些位置 基本上6月中到7月初 股价主要波幅区间都会维持在190-210元之间 所以230元流上的价是相当有难度才能去到 另外一个方面 刚才提到区间底部是190元 现在已经去到183元的位置 似乎是相对上偏弱一点 6月2日股价的低位是175.6元 所以如果考虑溝货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多看2-3个交易 看到他一直搜到180元才考虑溝货 万一真的穿了180元 看看有没有机会靠近170-172元的位置才考虑部署 不好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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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